去做對的事情,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真的是,我媽說我們這幾十幾年 其實柯市長一次都把他講完 其實在這個政治的現象都是如此 所以說每次我們聽柯市長在談他的 看起來很,其實政治就很平常的 在政治上有差比以往,就處理這些事情而已 整個有效的去整理自己的 市政府的所有的工作,預算怎麼做 市政府的工作在做這些事情 人家的稅金調來,要做什麼事情 大家參與,做得好啊,有效的去使用 就這樣而已,怎麼會 政治可以搞成這種這樣對立,然後可以談好多 不然上電視節目,要說一件事 兩句話說了一句話,我都說幾十幾人說 在說那個問題,問題在哪裡,我不曉得 所以說這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奧博勝還有很多年輕的莊藝亮 我覺得他們很幸運 在第一次參與政治 政治大家都說,大家都要吵 但是真正要把這個事情做對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跟對 不是跟對人吃醬喝辣 是跟對的一個正的能量 然後對政治有正確的思考 帶他們一起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柯市長在這一次 不只是把台北市做這種做好 想要帶更多的人參與 我們可以了解他的初衷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就是一直在這一條路 本來是很孤獨的走 後來才看到,柯市長 能夠有這樣的更大的能量 能夠帶你這邊年輕人 也祝福我們奧博勝 但是這都不是像你說的 不是話動算問題 大家有什麼朋友成群接黨 是要帶對的人走入這個政治 來為我們一起努力 那我們也真的是非常高興 在政治這一條路 能夠更多柯市長 能夠帶你這些人來 那我們也希望 不只是親民黨 我覺得每一個政黨 都有這樣的初衷 那也呼籲所有的市民 尤其瀟港前陣 不是大家看候 我們有機會選 有新的人 有好的人 尤其瀟港前陣 有這樣的機會 您知道我們提名 奧博勝 來替我們服務 知道我們市民 有多一個選擇 你如果過年要到什麼人 你給人家 你覺得很美好 你去到 沒有,不要勉強 但是真的 你還沒有 但是要看到 一定有更好的選擇 那奧博勝能夠一個最好 那我也呼籲 我們這些有理性 或是呼籲他們 呼籲有理性 有理想 對台灣政治沒有失望的 我投給我們小黨 這一次 我們這些小黨平均提起來的人 都優於平均 我說的 因為知道在大黨裡面 不是大黨沒有好人才 很好 國民黨民進黨又很好的人才 但是他一旦的執政 一旦的大黨 一種非專業因素 非理性因素 都中在那些決策 到最後決策 這種怎麼亂七八糟 都亂七八糟 所以說 這不知道 所以小黨有這樣的機會 這一次台灣人民是最辛苦 最有機會的 你如果還不會珍惜 不好意思 我們自己做事 不要怪別人 不要怪別人 怪自己 這是我們這裡 重振的工作人員 與眾欣賞 柯市長每一次的講話 你不要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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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到我們政治的一個考量 呼籲大家這次政黨 不要全部投給小黨 不管例外人 還沒有 這是鼓勵我們 遊中的內心 不是為我們自己的利益 是為人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區域有小黨 優先投給小黨 這樣 這樣不管誰當總統 誰是執政黨 都會變得更謙虛 我們這一次2020 讓那些有權力的人 更加謙虛 來更謙卑 回到初衷 來為我們人民服務 這是這一次民眾黨 這一次主黨 非常重要 否則 做得更辛苦 要跟我們劃分 大家 柯市長走這條路 這麼多人來走 我們一起呼籲所有的人 一起鼓勵大家 讓我們 最主要不是誰的問題 是 為自己 選對的人 讓你們 讓大家賠償 為大家來服務 要這一次 為 我勝投 來加油 鼓勵 我們也會把我們所有認識的朋友 推薦給他 推薦的人是要負責 柯市長要推薦嗎 要推薦 你用現在的 推薦要派 要派這次 今天派這次 我不是說 歐巴跟歐巴 我對他們話話 到時他給別人 你要知道 他會關公的 我搞不得起 這種事情 很多背書的 我們也願意 幫我們認識的朋友 來請奧博勝 祝奧博勝 能夠高票當選 謝謝大家 謝謝